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1月20号礼拜三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从小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 位在乌丰山区的丰谷国校 特别在校园里头设置了防灾教室 并且展示各种的教材跟教具 而水利局就表示了丰谷国校仅邻甘息 而这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 更应当落实防灾的观念 以其将伤害降到最低 小朋友开心的晚起大风 但这里头可是结合了土石榴的防灾知识 丰谷国小被水土保持局 选为水土保持库学校 更在校园中设置防灾教室 希望让防灾观念从小扎根 库学校就是水保局的库学校 他们大部分是选在山区 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城市地区也都有库学校的成立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也成立 爱水学堂 我们希望把这个水土保持跟水利 可以结合 因为市政府在水土保持水利工程 跟下水道都是在同一个局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做这一个整合的工作 所以天气变化越越极端 防灾观念建立刻不容缓 教室中也展示了风火国小历年来 老师精心制作的防灾教材 以及教学使用的小道具 像是水灾 破地 火灾教具等等 这间特别设立的防灾教室 就是希望建立正确的观念 当灾害来临时将伤害降到最低 我们过去对于防灾的教育的推广 是融入各科 那现在就是比较具体的 成立一个防灾教室 其实它是定位在社区 社区民众或是我们学生 另外还有一项宗教大 这些私培育机构的学生 他们也可以来参访 或临近学校 他们有城乡交流 专案教育 我们也给他做导览 那透过这样一个教室 很具体的教材 跟一些模型教具 让小朋友可以去观赏 还可以操作 套圈圈 就是要先套有生命的 然后要先套老人 再来套弟弟或妹妹 然后再套小狗 然后最后才防治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隋居表示 风骨国小锦铃甘西 又会在山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相当适合培养防灾观念 而防灾教室的成立 不仅是让学生落实正确的灾害知识 更可以让社区 以及其他学校 互相参访交流 提升全民自主应变的知识 将灾害降到最低 建成庄台中餐报导 我每天都把学生落实在 我们要先够尽防灾观念 我们要先够尽防灾观念